第十八章 两位表哥 爸从青岛回到天津不久 来了两位冯姓表哥 爸请他们一起吃晚饭 家人都很高兴 因为有将近两年没见面了 妈在厨房忙开了 她知道两位表哥口味高 得让他们吃好喝好 张妈 洗酒杯了吗 老爷可不许酒里掺水 一滴都不沉 记着呢 张妈说 我看这酒不够喝的 莲花白还剩一点 双膝沉酿也只半瓶 大表少爷又那么能喝 还得再打一坛子沉酿和虎谷酒 妈让张妈从地窖里拿一坛子沉酿 她说 虎谷酒冬天和好 这会儿都打春了 虎谷酒由黄文博和几种草药酿成 能舒筋活血 强身健体 张妈拿了两大坛沉酿 酒坛用竹网包着 上面有两个竹体手 拎起来像个大篮子 坛口封了几层纸 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 据说这种泥是精心调和的 专用来封酒 可使酒香不跑 双溪沉酿有股特殊的香味 介于水果香与花香之间 我爱看它们先洗了手 然后小心地接去风泥 刚一拿开盖子 屋里便溢满一股 沁人的奇妙酒香 每当我嗅闻着山上浓郁的野花香 和阳光送来各种植物的新香时 总不禁联想起这种奇特的香味 我先尝尝 妈接过一小杯酒 我见她的嘴唇红润好看 知道酒一定很香 妈把杯子递给我 说 你着急了是不是 去搞些笑蓝的嫩花包 撒在上面 等明儿早晨就会香味扑鼻 若放在枕头底下 准保你梦着酒鲜 妈说话常能吩咐我们的想象 妈耐心地看张妈把坛子里的酒倒进瓶子 这种酒瓶多有白辣或白银制成 中国黄酒用大米酿造 味似葡萄酒 喝钱先放在热水里温一会儿 人们常用它来佐餐 能喝酒的人一顿饭就能喝上五六十杯 两位表哥是大妈的侄子 都很有才华 我们在北京住时 他们常来 大表哥康贤比二表哥康光年长两三岁 他当过驻欧洲几个国家的总领事 通晓数国语言 回国时才三十五岁 虽然他常穿中山装 可他留的胡子和油亮的分头 总让我们觉得他是个洋人 而且他还爱住着根文明棍 说话时横在手里 好像随时要打谁 有点令人讨厌 他进屋便脱了帽子 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这倒使我们有机会带着他玩 不过我有点替他的秃头顶 感到难过 康光当时只有三十岁 个子比康贤矮些 讲话很快 于论敌争辩 言辞犀利 诙谐睿智 他虽年纪尚轻 可资历不浅 在北京上层社会很有地位 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而后因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相交胜后 曾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特使 到南方与革命党人谈判 后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他是签名印在中国银行票据上的第一人 而且他还和著名金剧演员梅兰芳配过席 两位表哥天资聪颖 学识渊博 深得亲朋好友的敬重 康光在事业上一帆风顺 已经功成名岁 但待人谦逊 从不拒傲 对孩子总是亲切和蔼 每次来我家 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 如果去 他便去买票 两位表哥到的那天晚上 爸还没回来 妈在客厅里招待他俩 他已盼了很久 他们把妈看成是自己的姨妈 因为他们知道妈同大妈是好友 而且 抚养妈的潘家与他们冯家是亲戚 妈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 都要问他们 他常对我们说 这事得等你们表哥来了再定 他们见过大世面 表妹 来跟我们说说话 两位表哥热情招呼我们 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们俩都坐我边上 康贤表哥说 都三年了 我记得上次见你时 你还梳着两条小辫 像个小娃娃 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都成大姑娘了 我听说 你还是学生运动的头头 我是老了 从欧洲回到北京那天 去看姨妈 你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呢 你们男人还那么怕老 妈问 西方人不爱说出自己的年龄 康贤说 如果跟中国人似的 头一次见面 问一位英国或法国小姐多大了 非露怯不可 即便是个男人 第一次见面就问岁数 人家也不高兴 西方人可真有意思 妈叹了口气 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可笑 是不是 听说你们都在为学生运动出力 康贤转向妈 说 姨妈 真该祝贺你 眼下要想超越别人 除了学习 还得干点实事 竞争比我们年轻时重要多了 男女都一样 美表妹 听说你想上洛克菲勒医学院 这主意不错 康贤打断话头说 我前天去东城 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 翠绿的琉璃瓦 大理石的柱子和台阶 门窗气得鲜艳新红 华美壮观 我要是年轻十岁 变着法也得进去想想服 你想 从外面看 辉煌如皇宫 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备 热澡 冷浴 空调 电气炉子 中餐 西餐 随你吃 我和美姐听她入了迷 妈一直在想孩子的入学问题 看不出你这么喜欢协和医院 康光开玩笑说 干脆你假装生病 我把你送进去 享清福 只怕你嫂子不干 康贤打趣说 你没听说 那儿的护士都很漂亮 他们全是大家闺秀 风韵迷人 思想开放 会讲外语 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姑娘 你对协和医院这么了解 好像跟那儿待过 你不怕我们把你说的告诉太太 妈说 我这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我去过一两次 是看一位病友 只能带一刻钟 就这些 我们都笑了 这时 爸进来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 爸把帽子和外衣 交给妈说 接着说 我就爱跟家里听你们说笑话 整个下午跟那帮诗人在一起 无聊透了 爸躺在长沙发上 这是他从以前 天津德国租借的家具店买来的 他想躺着 舒舒服服的听我们聊天 哪来的那些无聊的诗人 是银行家 还是军阀 康光问 都有 他们以前只想赚钱 钱赚多了 就来买名誉 他们觉得写诗不错 可以扬名 还以为自己写诗 同赚钱一样 有天分 我敢说 那些人的诗乏味至极 真庆幸 回家能摆脱 那帮所谓的诗人 康贤说 够扫兴的 瞧 这一包都是他们的诗 爸说 姑父 我要是你 就把这包 扔到货炉里 康光叹了口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